好久没吃肉夹馍了,今天做了半发面的口袋饼,装肉装菜都特别的好吃,做法也非常简单,十多分钟就能完成 趁着猪肉便宜,炖上一锅,装到口袋饼里,真的比买的都好吃 300克自发粉中加入180克温水,搅成面絮,揉成光滑的面团 不用饧面,放到面尖上,分成6个面剂,揉圆备用 碗中加15克面粉,3克盐,15克油,调成油酥 把面团擀成小圆饼,抹上油酥,包包的一样包起来,几口捏紧 再擀成牛舌状,先正面再背面擀,这样薄后比较均匀 全部做好后,盖上保鲜膜,饧面10分钟 电饼趁刷油预热,放上饧好的饼,表面喷油,锁住水分,盖上盖子熟得更快 一面定型变色,翻面,捞到饼鼓起大泡,两面金黄就熟了 这个发面口袋饼就做好了,特别的柔软,各个空心,直接吃都特别的好吃 装肉装菜都可以,最近肉比较便宜,我今天装的是肉,真的是非常好吃 喜欢的双筋收藏做给家里人吃,关注我,为你分享好吃的